這集跟露營真是無關 無緣無故身行走平咒 半天就走光了 這個島一公里 平方公里也不夠 很快滾完 原來這個是昔日的工業 中真來的 誇到誇張 但想不到萬歲千山總時營 不懂得走路就在山上沿著海岸 打八字形還在旁邊的大地島 一落碼頭就看到這間很帥的衛巷 其實帥跟衛巷沒有關係 上面的屋子 然後再向前走一點就是街島碼頭 本來一直向前走就是那種風搖廠 我們選擇了上山 其實可以沿著衛康走就是藝民清景點 這裏叫什麼都拍 幾無料 健康已經在山上 走這些地方沿路的一抹大雙眼 就看到有些有趣 這間廢屋的地基下面全部都是草 本來本來想著skip 了灰搖廠 就直接上去手指山 怎料愚蠢蠢又回到海邊 走不甩的宿命 但是又挺正的 這間廢屋所謂的工業重鎮呢 就是這間灰搖廠 皮甲廠 另外還有一間火柴廠 火柴廠我不知在哪裏 皮甲廠的臨尾就會去的 一個藝民清景點 這裏的灰搖廠 其實很明顯是沒有保育的 門口都關閉了 窗就爛了 然後樹又堆爆了建築物 如果喜歡看廢屋的 都值得來看 這些就是歷史 灰搖廠堆出了有一間爛屋 地基什麼都沖爛了 這裏原來有一間屋 這裏都沖爛了 這裏都沖爛了 可能是山族的位置 島上的居民挺喜歡種植物 周圍留心望下 都有一些靚花靚醋看的 嘩,很高級的 好了,還是回上山了 還是去手指山了 多有原始森林的感覺 其實只走在這裏 多看點東西是屋子 但是看這個景觀也夠了 這裡有個魚廊 多有感覺 這一個行程是即興的 我在船上才計劃 上下手指山 加頓山的高度 準備轉上去 去最高點 九十多米 三百多級 不是東西 數幾聲就到了 口罩不用脫 起也不用脫 剛才到山頂 景觀不算開陽 上山頂再爬高才勉強看到有少許景 周圍望下 有些位置都能看到島形 那都OK啦 直到上來 因為 很容易走 不用太介意有什麼收穫 這植物挺有趣的 介紹一下 這裡 下面 這條棍很長 是雙台的八射站 來到這個景 對面 就是平時的 那邊 這邊往上來 就是那些 吸水門大橋的 後夜遮蓋了 這裏有個艇挺開陽 開陽過的山邊 不錯 嘩 開陽的石頭挺有型的 其實有名字就好像 我真的看穿了這個 我忘記叫什麼 稍後看看 時候沒有回 原來是直樹計劃的 就只有一點疑似山路走一下 全程都是水泥路 其實這些都是水泥 這個爛爛地 這段 就是山山地 簡直是這一段是落凍灣 你猜香港有多少個凍灣 我當然不知道 周圍都有凍灣 這麼快樂園 看到山下的村 聽說這裡是番薯 聽說 然後這些爛藤呢 通關 真的嗎 我猜看 東灣很明顯是這間廟 廟 另外有教堂 當然也有沙灘和蠔 那些是蠔蠔的 哇,這些是蠔蠔的 下山叫漁宮觀景亭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拼一拼吧 看看街坊 Hello 不動啊 假裝死 算了,有了 別嚇他了 好,再見,街坊 嘩 好多啊 哇,這東西這麼恐怖 像木乃伊一樣 這塊就好一點 再下來吧 然後這裡可以碰到的 嘩,好像很大的貨櫃船在開面 這個位置定價比不錯 在碼頭轉左邊過來 就好像一個貨櫃 之後看到有人扎硬一點 我拿來海邊 然後沿著海邊走更好 原本上面有個分岔路位 我不知道 照地圖Port 就想著 繞回旁邊那條路上 但剛剛掘路 正當想著走什麼的時候 就來到海邊 嘩,這裡更爽 所以 走山也不用Planter 不是這些叫郊遊去走 今天真是沒有預算這一下 真是萬取仙山總事役 嘩,這個位大海景 神經病 嘩,真是 但其實後面是山份 Anyway 這樣真的很豐盛 日節桌也挺有型 全都不會偷影 這條牌子挺漂亮的 我寫什麼呢 Beware of oyster cut and jellyfish 啊,這裡有jellyfish I don't think so 這是平州飛機場 哈哈 從漁徑旁邊出來 就是這條橋 就去什麼大利島 平州旁邊的恨島 有碼頭 這邊 這邊有個什麼 有個 釣魚地方 好像有釣魚 中間就是這樣 七姊姊姊 有七姊姊 有七姊姊 七姊姊 說這麼快 回到碼頭附近那些大街 有豪宅 有公屋 有消防局 有不同的店舖 去吃個茶餐 小小的島 很多宗教都在這裡插機 你以為這間是壽司店 其實這條水喉不是我們爭熱水喝綠茶 是茶餐廳 多有特色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廣式茶餐廳 就是會給你一隻橙色膠碟裝飾 全世界裡 說明沒有贊助 這間店很特別 茄汁是從雪櫃拿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茄汁雪凍了 開口是要雪的 但你從來都看不到茶餐廳會雪茄汁 另外 冷氣豐厚 為己洗濕 牙籤筒配合餐廳主題 這間店有些了動 這個皮革廠應該真真正正是唯一的景點 平洲其實很街坊 你見到路邊的人擺放一些健身器材 有些東西 晚上不收入屋 因為大家都是街坊 這個唯一叫做景點 不介紹 因為藝術的東西 我也是適合鐵 所以大家看 平洲之旅就結束了 平洲之旅就結束了 平洲有什麼特別呢 就沒有特別 所以平淡都是特色 如果想平淡淡 過半天 又有一點山 又有一點 舊香港的看 都推介一來 船都很貴 三十多元一程 貴過一元一分鐘 但如果想香港深度遊 不妨來走 但不要太多人來 因為這些地方是別人的家 最後駕駛天星小輪 很久沒有搭 疑事回憶 小時候覺得這個位置很神秘 小時候這個位置 拉繩的 現在是電製 很先進 以前好像油麻地小輪 都是很早的電製 天星就一直拉繩 這個機房 有這個耳機 應該說 很嚴重 耳套 因為很臭 這些水泡 覺得很棒 這個風景當然是童年回憶 繼續會拉纜 這些出風口也挺帥 真棒 小時候跟老爸媽過海釣魚 5毫尺 還是9毫尺 不要犯怒 現在海窄了很多 以前坐很久 現在船又快了 海窄又窄了 超喜歡這種感覺 圍港 其實香港沒什麼好天氣又不好 生活壓迫感 這麼大 但是沒什麼取得 從小到大的地方 小時候差不多賣岸 就會想 咦 我們會拍哪個位置 現在好像只剩下兩個位置 之前有很多格 以前現在只剩下兩邊 那邊有日遊船 這邊就是拍這邊 知會不會看到拉繩 應該都有 那邊有很多 那邊的感覺 那邊有很多 哇 真正 精彩 然後就一直拉着 繩子很漂亮 很漂亮 插上去 不要阻礙人做事 平洲和天聲小鄰 都是時光倒流系列 哎呀 還是這樣 訂閱山上叫打招呼 留言交流 大家不要來露營 不要打架人家 下次再見